嗯 長期觀就知道的時候是蠻開心的 也很榮幸能擔任這次的長期觀 對 然後就是這幾天就是一直在適應這裡的氣候跟那個場地 還是會有點僵硬 就是身體的肌肉還沒辦法蘇膽的很開 對 還在有比昨天好很多 就是用力啊 節奏那些都還蠻有慢慢進入狀態這樣子 第一次參加帕運的時候就是年紀還蠻輕的 所以也不知道就是帕運是什麼 就是跟著學長們一起來參加這個比賽 慢慢的後面就有去認識到帕運這個大比賽 然後就是 就有感到就是有比賽的那種張力啊 然後有緊張的氣氛那些 所以後面都是要去慢慢去調試調整這樣子 因為就是最近的成績 就是沒有像以前 年輕的時候這麼的就是這麼好 對 然後現在因為 嗯 因為都有都有傷 對 所以 像是每個運動員都有的啦 但就是說 怎麼樣在這樣的狀態下去 可以好好地去維持然後穩定地去發揮 對 所以 嗯 我覺得這次也是 還是自己的心態吧 怎麼去看待這一次的比賽 然後去做好準備這樣子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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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